hello 也好 欢迎收看汽车名人唐 我是老唐 那么前一段时间跟一些喜欢摩托车的一些网友也是在交流 从他们口中得知了我们中国的摩托车 目前非常难以超越日本的摩托车 然后一直想明白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经过这一番交流之后发现 这里面确确实实有几点非常致命的原因 那么今天老唐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为什么我们国产摩托车很难超越日本摩托车 我们要了解到一点就是在我们中国 已经是进行了很多年的禁摩令的问题了 我们都知道在禁摩令之下 我们国家的摩托车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在的 包括一些国产的摩托车 那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是在禁摩的 有一些地方甚至是看着摩托车就必须要拦下来对你进行处罚 因为一些高端摩托车的品牌 我们都知道受众本身也比较小 那么在这种大城市里 骑摩托车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富二代 是一些不差钱的人 那这些摩托车基本上就是他们的玩物 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见到一二线城市 这些骑摩托车的人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 所以说这些市场份额基本上全部都被一些国外的品牌所占领了 你像是日系车德系车 你从来没有看到一些非常有钱的人 去买一辆国产的破烂摩托车去骑 基本上都是在骑一些合资品牌或者说是一些直接纯进口的日系或者德系摩托车 在一些小城市 因为老唐目前所处在的城市 还有一些农村地区所需要的一些摩托车产品 大部分都是中低端的产品 因为这些城市里的人富人特别的少 他们骑摩托车只不过就是为了生计 能够骑着摩托车上下班不赌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中端品牌往往是在这种小城市 或者是农村地区比较受喜欢的 那么因此一些中端的摩托车 也会在这个时候被一些合资车所挂分 那么低端市场只能是我们国产车来填补这个空缺了 国产摩托车的一些厂商 通过来生产这种低端车型来进行贩卖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导致国产很多摩托车厂商 它的利润率比较低 因为低端的摩托车价格本身就非常低廉 而且一些技术成本非常的低 研发的一些费用也非常的少 也没有研发的任何必要 所以说在这种大情形之下 我们是很难超过日系车企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我们的国产摩托车和日本的摩托车 基本上是同时起步 没有任何的门槛在的 但是如今的日系摩托车 却已经是称霸了全球 而我们的国产摩托车 却只能是苟延缠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一点原因也就浮出了水面 那么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的技术壁垒的问题了 我们国内的摩托车 一直都是在用市场换技术 很少去考虑自主研发 也就是我们中国很多人 我们有大量的市场 那么这时候你给我们一些技术 我们来自行制造 我们完全不需要自主研发了 那这种大情况之下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摩托车 卖得更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缺少自主研发的思想在 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靠我们的苏联老大哥 给我们一些技术 80年代的时候 我们又开始引进东欧的一些技术 幸福250这款摩托车 就是在当时一个时代下产物 90年代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引进一些日系的技术了 因此我们在不断地 引进别人技术的同时 并没有想着如何去提高自身的技术 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之下 受到了成本和技术的一些局限 那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很多国产摩托车 在开了几年之后 到了哪年冬天 突然之间就出现了打不着火的情况了 这个是非常容易发生的 而你再看一看日系的摩托车 再看一看德系的摩托车 再看看一些其他合资品牌的摩托车 很难出现这种冬天打不着火的情况 即便是有也是一些合资品牌 存进口车型 完全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所以说这也就导致了 为什么我们的国产车 很难进行一个起步的主要原因了 我们都知道相比于这个汽车 咱们中国还能够在西能源领域 进行一个超车 但是国产摩托车要想超越日本的摩托车 或者其他一些品牌的摩托车 还是比较有困难的 就目前来看的话 很短的时间内是难以赶操的 你包括一些政策原因 市场原因 技术方面 还有资金方面 都是没有任何优势的 也没有办法去赶操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目前也只能是观望一下 看一看我们国产的摩托车 是不是在未来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一流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的七神明堂 喜欢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 七神明堂继续跟大家不见不散了